大家好,我是阿里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的谬误收容所 十二宝箱四朝夕之宜 明朝一月三日一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资箱观景点全收集解谜黑海岸全岛泰提之底 我们打开小地图传送到谬误收容所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小房子在它的跟前 这个小房子的跟前我们就这个方向挑起来在它的跟前 然后一个宝箱是你喜欢的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继续东南方向小地图越小 我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一直往前走来的这个楼梯的尽头 这个大长楼梯的尽头 然后在它的右侧有一个灯 在这个灯的旁边一堆金属箱子 旁边又是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前方有个路灯 我们来到路灯这里 来到路灯这里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接着又是一个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朝这个方向 我们爬一下墙 好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在前方这个金属箱子这里 又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旁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就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 在前方的悬崖镜头 就是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这里是一个潮溪之一 然后我们清压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一个金色的潮溪之一 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朝这个方向 然后瀑布下方我们打开环小伞往下看 在这个最底下的珊瑚这里 是一个宝箱是你喜欢 拿完宝箱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在前方突起这个 呃 就叫什么 岩石块这里 又是一个宝箱 排者不胜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在前方 有一对于红色的怪 这又是一个镇守的潮溪之一 然后我们清压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溪之一 接着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然后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左前方这个小山坡上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裸露的宝箱在这里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这个收容所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爬一下这个墙 我们要爬到这个墙的最上方 然后有落脚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要爬到这个左侧 这一个白色的建筑这里 白色建筑 白色建筑的最上方 好爬上去之后 这里又是一个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爬 要爬到这个山的山顶 上来之后 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往下看 在这个小水潭这里 是一个潮汐之仪 正手的潮汐 然后我们切牙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潮汐之仪 接着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往上我们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 前方又是一个金色的潮汐之仪 然后我们接着清牙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汐之仪 然后在我们的 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这个山上我们蹦下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小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继续往上爬 爬到这个山的最高处 最高处 好我们爬上来之后 看一下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 打开环墙伞 然后我们往下看 下方能够 我们往下降一下 能够看到一个勾索 这个潭潭热的左侧 还有一个勾索 我们勾下这个勾索 好勾过来之后 在我们的正前方 就能够看到一个岩石块 然后我们把岩石块打掉 你们是一个小宝虾 请你喜欢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进度 现在是47的宝箱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